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曾发问 如何让一个花美男快速变得沧桑 几乎所有的回答都绕不过一个关键词 饭局 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这是大家的共识 如果有那就多吃几顿 几个人围坐在一起 特别幻展 言笑艳艳 看似简单轻松的场景 里面的水却很深 入座 点菜 敬酒 递烟和吹牛 每一项都需要把握的恰到好处 小心翼翼 所以每个酒精饭局的男人都有一身好本领 那就是把正式拐着弯的弹 坏式换着法的绕 画里藏风 步步为营 小心试探 稳健摸索 这在圈子里叫做练心 当然你练不了心也没关系 油腻和肥胖 同样会让你的身体变得千疮百孔 前不久央视在节目中说道 由于暴饮暴食 工作压力和久坐等等原因 造成的肥胖都被列入工伤范畴 工作应酬也在原因之中 结果引起了公众热议 但事实上在工作应酬中 饭局带来的健康问题 可远不止肥胖这一种 现在心血管疾病人数普增 年轻化现象明显 特别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中年人 很容易成为三高肥胖症的潜在患者 这些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工作应酬 不健康的饮食和作息方式 往往也让他们出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肝病和胃病症状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和我感叹 说自己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出了一堆问题 又是轻度脂肪肝 又是血压偏高 再加上他自己本来还有胃病 心里别体多难受了 但难受归难受 身体有了毛病 慢慢调养 至少还能好好地过完下辈子 最惨的是 有说有笑的复局 结果有命进去 没命出来 据统计 在中国 每年由于酒精中毒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而导致这些人酒精中毒的原因 大多是因为饭局 2015年8月 身价40多亿的南洋通语集团董事长 死于突发性脑衣血 生前应酬极多的他 早就成为了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 长期如此累积的病症 自然使身体瞬间崩溃 再多的金钱也无济于事 再往前看 2014年8月 47岁的荣城联合钢铁集团董事长 突发心脏病死亡 身价百亿 2010年4月 59岁的江明杀毒软件创始人 心脏病突发 带走了过亿的资产 2006年1月 36岁的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董事长 死于突发性脑血栓 也有五亿身价 有钱人各种养生 尚且如此 普通的职场蝼蚁 又如何能躲避饭局带来的危害 几乎我身边的所有男性同胞 都有一个痛苦 那就是害怕参加饭局 饭没吃多少 烟酒 倒是被别人劝了不少 更关键的是 你心疼自己的身体 别人又不心疼你 不得不说饭局正在慢慢成为中国男人的刑场 这种伤害既在肉体也在精深 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 明面上的大排场和铺张浪费几乎消失不见 但事实上各种饭局只不过是换着花样 又变成了酒局 烟局 桌上放几叠小菜 剩下的全是烟酒 吃完之后 还有泡脚 按摩 K哥等等选择作为后续 一场饭局背后 包含的内容 越来越多 很多没有自制力的人 慢慢就走入了歧途 养出了一身坏毛病 酗酒 抽烟 出入风月场所 我认识一个建筑行业的朋友 当年大家都还是菜鸟的时候 他常讲自己跟着老板如何见世面 我们也都当作听故事 一笑了之 慢慢地他开始觉得那些常规项目没去了 开始找各种刺激 最终陷入了赌博的泥潭 欠了一屁股债 外逃至今 音讯全无 职场上 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人 一开始迫于种种压力 走进了这样的饭局 耳入木染之后 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成长成游刃有余的老手 在酒池肉林里沉醉 俨然活成了前辈的模样 饭局上养成的习惯 就像毒瘾一样 一旦沾染就很难戒掉 之后反而要变本加厉 主动追求更大的刺激 饭局是职场里的染缸 把男人一个一个 竟然成了他们当初 最讨厌的样子 而且饭局应酬 在消耗男人生命的同时 也在消耗他们的家庭幸福 大量的应酬占用了男人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 无暇顾及家庭成为很多职场男性的一种常态 即使回家也是一身烟酒味 让人难以接近 急易破坏家庭关系 之前就有筑马店的一个丈夫 在一家饭店门口被妻子捅死 其原因就是丈夫业务忙 饭局多 妻子对此积怨已久 甚至怀疑老公出轨 事发当天晚上 丈夫又在外有饭局 妻子通过朋友找到了丈夫的下落 虽然那天老公只是和朋友吃饭 却也被妻子误解 在争吵中被匕首童子 留下了家中十几岁的孩子 无人照顾 类似这样的悲剧一再地上演 网上也有不少妻子 就这一现象求助他人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妻子身上的同时 却忽视了长期在外 有饭局的丈夫 家庭矛盾 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可怜之人也必有其不可取的地方 如果不是每天深陷饭局 让妻子独守空房 怀疑也不会发生 如果可以做到 不把外面的习性带回家里 家人积怨 自然也无从谈起 现在的夫妻 丈夫只要说晚上有应酬 妻子就难免担惊受怕 无奈的同时 只得一遍又一遍无力地重复 少喝酒 别抽烟 早点回家 但是做得到的又有几个呢 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 是绝不该混淆自己的底线 放纵自己 搞不清工作和家庭的 所以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 也为了家庭 千万不要做一个被饭局毁掉的男人 和不搭借的陌生人吃饭 你以为收获了人脉 实际上浪费了时间 消磨了家人的耐心 和嗜酒如命的老板吃饭 你以为赢得了赏识 实际成了陪人消遣的工具 给身体涂增压力 和酒肉朋友一起吃饭 你以为巩固了友情 实际上是无味的娱乐 在变味的饭局里 逢场作戏 每一场不必要的饭局 都是对生命的透支 是慢性的自杀 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 一定是既有养家糊口的能力 又有平衡事业 家庭的智慧 不该去的酒局 果断拒绝 这是为了家人 更是为了自己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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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